首先还是从中国的大外交布局 我们来看起 之前华春莹女士的高声 让家都在说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他会怎么样呢 有传是5月底卸任了 昨天政治实锤 根据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6月4号的公布已经证实 汪文斌已经转为后任的驻柬埔寨大使了 汪文斌表示说将在国和署的指导下 加大工作力度 推动中简援助发展合作 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 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柬埔寨非常有可能成为中美下一个角力的重要地点 因为在香格里拉对话之后 大病出狱的谁 奥斯汀立刻去了柬埔寨进行访问 他在这一次访问当中呢 其实有和首相宏马内 以及高级官员举行了一个会晤 要尝试推动重塑美检关系 这个是美国一直想要把自己的一个势力往柬埔寨深 但是中国以一个更高层级的在降维打击美国 要提到的就是说柬埔寨 中国柬埔寨会在8月的时候开建一个17亿美元的德重福南运河 准确的说呢 就是把柬埔寨把湄公河做了一个支流 重新建了一个出海口 大家图中看到啊 这个事儿最大的反对者就是越南了 图中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到 美公河呢是一条国际水道 沿途有中国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 在最后呢是从越南出海了 所以您瞧往柬埔寨这边挖一个出海口的话呢 影响的远不止是越南柬埔寨了 是直接打破了越南对美公河流交通运输的垄断 如果说中国要建设美公河的这个运输通道的话 完全不需要找你越南了 我直接走柬埔寨就好了 以上的消息我想带给博士也带给大家啊 首先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博士了 您从这个人事任命上来看 是不是真的不一般 东南亚应该算是中国未来的一个经营重点 是不是没有错了 当然刚刚提到的越南的野心 一直就是想要统一中南半岛 但是中国则是希望中南半岛能够稳定的发展 从这个人事加基建的布局 我们应该如何去解读中国的外交思维 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一次汪文斌的任命案 不是外交部首先透露消息 而是一个叫做中国国家合作发展 总署所发表的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啊 驻柬埔寨大使为什么会有这个中国国家 国际发展合作 这个总署来发表 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是一个副部级的单位 副部级的单位 它是由原先的商业师的 国际合作的这个师级单位 跟外交部啊 跟外交部的一个所谓的合作原外的单位 两个单位合并而成的 在2018年喔 国务院机构机构改革方案的时候才成立的 所以是一个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 因为成立不够六年六年不到嘛 那这个工这个这个单位专门负责的 就是跟中国有非常这个紧密关系的一些 合作方案的啊 那当然也负担了不少的一带一路的工作 那柬埔寨是重中之重啊 这个所以会从这个国际这个发展总署 先发表这个新闻啊 那所以大家就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照道理应该是由外交部来发表啊 没错 所以有背景啊 那这个汪文斌啊 当然是在外交阵容里面 中国一个非常优秀的啊 一个外交人员啊 他的年纪好像是比这个华春林 还年轻个两三岁啊 所以先培养外放之力 而且外放到柬埔寨 柬埔寨现在是中国在东南亚国家 重中之重的一个外交阵地 那他去的时候 大家很自然会联想到了啊 云朗的海军基地啊 或者云朗的云朗的这个港口 以及这个最近啊 已经准备要推动了 这一这个所谓德宠湖南运河啊 湖南本来就是柬埔寨的湖南王国的名字啊 柬埔寨的人只要提到湖南王国就想到 好像我们提到唐朝一样 那是一个很兴盛的时代啊 是的 那那个德宠湖南啊 这一条这个运河啊 全长大概有180公里 你说长嘛也不长 说短嘛也不短啊 180公里 然后直接切出来的话啊 那个出海口的对面啊 大概50公里左右 就有一个越南的岛屿叫富国岛 最近旅行非常兴盛的富国岛 我前一段时间才去玩过啊 所以这个湖南运河的出海口就在那边啊 然后 然后它的应该是它的西北边就是云朗的这个港口啊 云朗的这个海军港啊 大概就是有这么一个一个很大的关联 那为什么柬埔寨啊 需要这个这一条这个运河呢 因为柬埔寨在柬埔寨境内是蛮长的 大概有长达快800公里吧 700公里我不太记得啊 就是在柬埔寨境内是蛮长的 那柬埔寨北部到南部都要靠这一条运河来输送啊 美工河来输送 它的交通啊运货啊运人啊 可是出海口啊 就是在什么 在越南啊转到越南去 偏偏没有办法非常靠近啊 这个柬埔寨自己的海港 所以如果是他们北部了要出海的话 那就还要经过越南 那就很麻烦了 因为有海关啊等等啊的一些复杂的程序啊 所以早就有一个计划 想要开招这一条运河 那这一条运河其实成本不高 大概17亿美元就可以开挖了啊 因为中国的基建能力啊 加上柬埔寨便宜的人工啊 那再加上地形地势也蛮适合的啊 蛮适合盖这个运河 没有像什么克拉运河 那个施工会比较困难啊 当然 巴拿马运河更困难哦 更难 一个特殊的地方 那所以中国就以17亿美元啊 来作为援助柬埔寨的 因为柬埔寨没钱嘛 这个援助柬埔寨 然后就中国也因此可以取得 这个运河的一个航行的一个便利 因为咱们从美工河即使发源的地点 是在云南嘛 我们从云南以后就可以搭渡轮啊 然后这经过好几个国家旅游 那最后从柬埔寨出港 不一定要从越南出港 那对越南来讲 他当然不高兴 为什么不高兴啊 因为出海口如果在越南 他可以管控整条美工河 从北方一直到 南海的一个运输的途径 那第二个呢就是湄公河的水量 如果开了这个运河以后 就会经过这个越南的部分 就会少很多 如果在枯水期的话 可能会更少 不过湄公河的枯水期状况不太多了 那只是量比较少而已 但是不至于变成干枯的状况 那当然最重要 你刚才有提到说 这个越南一直有统一 中南半岛的这个野心啊 那这个野心在1979年 被邓小平给打破了 因为当时越南的军队 占领了柬埔寨 那一直迟迟不肯撤兵 所以当时的这个邓小平很生气啊 所以就派解放军辛苦一下 打了一个短期的所谓逞越战争 这个逞越战争之后 逼的越南只好撤军啊 后来中越啊 当然就后来重归于好 但是老师有这么一个汉阁 所谓的越南想要统一中南半岛啊 应该正确的讲 不是整个中南半岛 而是老挝跟什么 跟这个柬埔寨 柬埔寨 柬埔寨 这两个国家 越南一直想要把它 纳为他的什么 呃 狭下的领土啊 大概一直有 势力范围 势力范围 想要控制老挝跟那个柬埔寨 可是没想到 就碰到北方有某神秘大国 不断的帮忙老挝帮忙柬埔寨 所以越南的野心就一直没有办法实现 当然对中国多多少少也耿耿于怀 那在中国也是很很倒霉啊 帮越南打了那么多的这个 打了快要50年的战争哦 越南战争打了快50年 前20年是跟法国打 后30年是跟美国打 里面的人力污吏 中国不晓得贡献了多少 但是越南也不懂得感恩啊 老是这个胡搞瞎搞 还欺负跟中国关系非常好的老挝 跟这个柬埔寨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一点哦 中南半岛有两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一个是越南共产党 一个是老挝共产党 所以等于说 亚洲有四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 一个北韩 一个中国 一个越南 一个老挝 大家老是把老挝给落掉了 其实老挝 共产党执政的时间 是蛮久的 是蛮久的 大家可能忘了 但是 讲得白的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 老挝共产党没有办法 执政会被越南给吃掉 这是一个很现实问题 我们以前 在所谓的越南战争的时候 有一条叫做什么 胡志明小径 大家听过没有 胡志明小径就是由北越运送人物资武器 到南越去打仗的一条小径 这个胡志明小径 大部分的时间实际上是经过老挝跟柬埔寨 那久了以后越南人就认为 那是他们的领土 所以这个说来都话长了 那我们不管他们之间领土的界限如何 但是你越南要并吞老挝跟柬埔寨 中国是绝对不准 那这条运河如果再开招的话 那对不起啦 你越南要并吞柬埔寨的空间就 机会就更小了 因为 湄公河经过柬埔寨 可以说是柬埔寨最重要的水利的 灌溉的供应的来源 那如果说南端可以直接进出南海 那对柬埔寨来讲 他就有一个 一个更加独立国家的一种形象 我并不需要依靠你这个越南出海 就不会变成一个半内陆果那种状况 因为柬埔寨的内部交通建设 现在还不是很发达 所以北部要到南部 这个金边等等还是很不方便 如果有了湄公河可以直接到南部 他不只是出海口可以直接到南部 那就更方便了 对 感谢博士 我觉得从各国的国情 再加上整个地缘政治的博弈来看 大家会更容易的了解 这一次汪文斌这个驻柬埔寨大使 他未来中国在大方向的一个布局 是怎么样走的 当然 博士 我继续想请教一下您 既然越南一直都是有统一 您刚刚提到的老挝和柬埔寨的 这样的一种霸心和野心的话 那中国其实在中间有做了不少的斡旋 我去看了一下 中国其实和越南方面其实也有沟通 如果越南不点头答应这件事情的话 是不是中简挖这个运河 其实还是比较难做的 我不需要他同意 刚好这个案子非常突破 你越南在反弹空间也有限嘛 因为全部的运河的工程都在柬埔寨的领土内啊 没有任何一丝一朝要借到你这个 越南的地方 当然国际水运的一些管理的条约里面是有一些规定 就是说你做水坝做发电厂 不可以影响到下游的权益 那我们从湄公河的水量去估计 这个运河挖的宽度是不会比湄公河还要宽 所以不至于使得越南的那一段的湄公河啊 水量减少到不能够行船的地步 没有到这种程度 那可是已经足够让这个柬埔寨啊 中型的船只可以可以航行啊 就有点像我们长江哦 在走的那种中型的船只哦 不是万顿大区啊 不要想太多了 哈哈哈哈哈哈 啊美公河本来不适合走什么万顿大区啦 那个船大概都是 哎几百顿了不起吧 上千顿就很大了